這部片子其實是2010年 國際野望自然影展的 2010評審團的特選放映的影片 就是它可以寫這些部分的確是比較多的 然後所以關於海洋 關於魚類 我們臺灣最知名的中研院的邵廣昭 邵老師 他是最有資格來跟我們分享這段的應後座談 那在邵老師還沒有為我們做精采的演講之前 我想跟各位報告一下 老師多年以來就是一直在致力於 把科學的知識科普化 所以老師他不但有一個魚類資料庫的建置 他還在立即的推動環保海鮮 所以他今天也為我們帶來這個 臺灣海鮮的選擇指南 又要送給在座的各位 那我們在今天要結束之前 也會把上禮拜其實也有分享過的 這本觀察筆記 裡面都是手繪的海鮮 就是魚類這樣子 那其實這也是受到老師